花蕁猪顶红养的要嗝屁了 然后寄到我这儿来了 咱们继续挑战花蕁猪什么花 就给他救活什么花 哎呀 我上一个花蕁寄来的那个猪顶红 现在还没活过来呢 你又又又又来一个 是玉米糕吗 它这个花呢就一直烂一直烂 烂了一层又一层 就像洋葱那首歌一样 如果你愿意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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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拨开我的心里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 那拨开我的心 你知道烂你还多浇水啊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季节 又到了它这个夏季高温了 它又开始进入短暂的休眠了 你都把我逗笑了臭宝 你太可爱了 这个给你我也不要它了 你看它用的这个土就不行 它用了不少的多菌灵了已经 我看的都像 你在你就差把多菌灵当土用了 由于这个上面长了毛啊 我稍微刮一刮 我看看里边有没有受伤 问题不大 还能救一点 少点水宝贝 少点水往飞里面加点多菌灵 多菌灵清房能用到又便宜 加点生根液会玩生根液 养花用会玩省心又省钱 你进去吧你 枣盆不要太大 用土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再拆一点 报销了一包了 再来一包 不要用太大的花盆 现在也没什么高招 泡一泡之后呢就给它重新种一下 不要弄得太深 好吧 就这样摁进去就行了 肯定话说吧 树柳红都埋得特别深 浇水还特别多 那是错误的 剩下的水给它浇进去 你就当蒜一样去养 它会出现你们想象的那些毛病 好了之后呢 是可以给一些个光照 不要强光暴晒 再浇水千万别往这个心里浇了 有话说 现在你不施肥吗 没办法施肥 没长根 你施了肥它也没吸收 搞多了它就烧花了 好了 这个树柳红就先撂那儿了 让它长着就行了 别的没啥了 后期让它自己长吧 先不施肥 哎呀还有个蝴蝶进来了 如果这个蝴蝶飞到我手上 就风飞不过了 哎呀我觉得不可能了 走吧 没有我后期办不成的事 如果这个蝴蝶飞到我手上 就风飞不过了 nice 好 视频这个树柳红的视频就到这了 后期再给大家看后续 如果说想要看后续的错保 记得关注一下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给大家进行总结 这都是花 我们寄过来的花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既然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来 嗨 嘿嘿嘿